也有死君白毛包之 有女怀春即是幼之 也有死君这首诗歌历来的解读 各不相同而且争议很大 有的说他表现了西州时期 男女间自由直率的爱情 有的却说他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间 礼节沦丧道德败坏的社会风气 更还有极端的批评 说这是一首吟诗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品读一下 看看这首诗歌到底写了什么 诗歌开篇的第一句也有死君 君是指一种鹿科的动物 它的体型要比鹿小 头上没有脚 那这一句就是讲在野外有死去的小鹿 下一句白毛包之 意思就是讲有人用白毛草 将这只死去的小鹿包裹起来了 那诗人为什么要将这只死去的小鹿包裹起来呢 它的背后又有什么用意呢 诗歌接下来就道出了原由 有女怀春即是幼之 怀春是指女子对爱情的渴望 即是是指美好的未婚男子 那古时候幼这个字是幼导的意思 并不是带有贬义的诱惑这种不好的意思 原来有一位女子在春日渴望爱情 一位美好的小伙正想要追求这位姑娘 那之前讲到的用白毛草包裹的小鹿 就是这位男子赠予情人的定情礼物 那这份礼物当然和我们现代的商品社会的礼物 是有所不同的 古人平凡的百姓 田野间的猎户青年 他们之间的爱情所赠送的 就是如此简单平凡的礼物 但平凡之中呢 也承载着真挚的心意 这份心意啊 从小伙子用白毛草精心的包裹 这个细节就足以体现了 那面对男子如此充满爱意的真诚的表达 这位姑娘当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但尽管如此啊 女子还是保有一份矜持 所以诗歌啊 莫章就写的特别有趣 书儿退退兮 无憾我睡兮 原来这位男生啊 刚一恋爱就鲁莽的要伸手 去碰女子所穿的围裙 那现代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这是处于爱意和情感驱使之下 热恋中的男女非常正常的举动 但是在古代啊 女生还是有矜持的 所以才让对方不要着急 最后一句啊 无始忙也废 意思就假 女子对这位男生说 你这样鲁莽 不仅吓到我了 连我的小狗也都被吓得叫了起来 那这一句啊 女子的矜持的告诫 又多了一些玩笑和打趣的成分 更体现了两个人之间爱情的甜蜜 历来啊 因为诗歌莫章的文字描写颇为直白 香艳令人遐想连篇 所以啊就产生了许多负面的解读 但如果我们可以抛开有色眼镜来欣赏这首诗歌 应该能够体会到一场平凡而美好的爱情正在发生 男生追求女生时用心准备的礼物和他口中的甜言蜜语 恋爱时男生的鲁莽率性和女生的羞涩矜持 正所谓情到深处人自罪 这些不都是千古以来恋爱青年的真实写照吗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您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来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